閱讀是很重要的 而這裡永遠都能夠滿足所有愛書人的需求 大家好 各位敦南成品的粉絲你們好 我也是敦南成品的粉絲 我是黃子椒 用抽籤的方式也太可愛了吧 不愧是敦南成品 他的題目是 和敦南成品之間的一本書 我在做電台節目的時候 很需要大量的音樂的知識 然後我記得當年我就在這裡買了 王主壽先生的歌《不斷》 由於他經歷過我沒有來得及參與的時代 比如說秀場時代 比如說鄧麗君 鳳飛飛 姚蘇榮 這些巨星都是我當年來不及參與 雖然我聽他們的歌 但我沒有機會訪問過他們 那我在做節目做主持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借重這樣的前輩 你看多厚啊 他真的是把流行音樂當歷史 還有當學問在研究的 然後你看我好多地方都有折起來 因為有太多太多好棒的故事喔 總之這本書你看都破破爛爛 很多年了我都還捨不得送人 它是我很重要的工具書 和《失戀》之間的一本書 或者是如果朋友失戀了會推薦給他什麼書 好 《失戀》我是建議去喝一杯比較實際一點 但如果真的要看書的話呢 我覺得你可以看這本書 我的書 說起來也滿愛傷的 這是我最後一本書 我當時寫完之後 我自己是扪心自問 覺得人生的故事已經很精彩了 未來的日子呢 我想要更多的私人的空間 所以在這個時候之前 重要的故事 重要的感觸 重要的心得 包括愛情 包括對於 男女之間的一些交流的看法 或者是啟發 其實我都寫在裡面 所以請原諒我老黃賣瓜 因為這本書我真的覺得是 我用我的生命歷程 偶心歷學也不會再有 和收藏有關係的一本書 因為收藏的關係 所以我的家 或者是我的工作室 跟一般人的辦公室 都不太一樣 必須要有很多奇怪的櫃子 奇怪的格子 可以放我的收藏品 你知道這個時候 就需要接種一些 裝潢的工具書 2001年的時候買的 我為了裝潢我的工作室 我就在這裡找了很多 我覺得適合我自己風格的書 講到收藏呢 我會想到善待你的收藏 善待你的收藏呢 就是要有一個美好的空間 除了這個書本類的收藏之外 我想真的講 我在這裡買到的音樂收藏品 這幾年黑膠復興 在整個台灣成品音樂館 非常非常重要 他們是領頭羊 這個是台灣的大師 陳陽老師 當年的作品 我小時候是買卡帶 可是我現在長大了 我想把他黑膠唱片的 那個溫潤的音質帶回家 說來真的是拍謝 這幾年因為工作忙碌 逗留在書店的時間比較少 常常都是行色匆匆的 上來逛書店 尤其這麼大的敦南成品 我剛剛很汗顏 這個角落 我大概有幾年沒有走進來了 我突然間覺得 他比我印象中的敦南成品 還要厲害耶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跟我一樣 曾經在這裡 得到很多的知識 很多的嘗試 然後跟我一樣 太久沒有在這裡 好好的逛一逛混一混的話 請你記住 2020年 這裡要熄燈了 趁現在 帶著你最愛的人 或者是你自己孤家寡人來 絕對值得 讓你再逛一次的 對不起 我修正一下 再逛十次都應該 然後在這裡也 有很多很多的感動 因為我認為 進一個書店相當不容易 尤其是 在那個時代 我真心覺得 敦南成品是台灣人的驕傲 包括我自己也是 常常在這裡 得到很多的養分 閱讀是很重要的 而這裡 永遠都能夠滿足 所有愛書人的需求 謝謝你敦南成品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能夠不用再逛一遍 我會想說 但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